德国明镜周刊宝站12月4日刊载题外,如果俄罗斯无视最后通牒,那将怎样? 德文章称,目前没有人知道中导条约时效后会出现什么情形。 甚至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也承认,中导条约的终结是非常可能的。 德国外张马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,他希望俄罗斯能够利用最后的机会改变方向。 文章称,北约新总部透出一丝冷战的气息,我们已经展示出了最大的耐心。 美国国务卿迈克·蓬佩奥,在布鲁萨尔与其他北约国家同时会晤时说, 我们已经与俄罗斯人会面三十多次,并告诉他们违反中导条约将带来后果。 文章称,现在就有后果了,所有北约国家,首次指责俄罗斯的新型巡航导弹,违反了中导条约。 美国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通牒,俄罗斯必须在六十天内重返该条约。 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销毁就M729,卫约趁之为SFC8巡航导弹。 文章称,有着三十年历史的中导条约,禁止开发射程,为五百公里至五千五百公里的导弹。 多年来,俄罗斯一直否认拥有SFC8系统。 当美国在2017年底公布细节后,莫斯科承认为SFC8的存在。 但声称它的射程不到五百公里,因此没有违反中导条约,对欧洲的直接威胁。 文章称,但美国政府认为这并不可信,外交官称,美国政府已非同寻常,的坦率,向盟友提供了俄罗斯,违反中导条约的情报证据。 这些证据能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射程依然超过五百公里。 蓬佩奥在和北约国家外长举行会议后说,俄罗斯导弹的射程使他们成为对欧洲的直接威胁。 莫斯科再次博士了这种说法,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,四日晚间说,俄罗斯严格遵守中党条约。 文章称,现在,北约在这一上公开达成一致,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遵守中党条约。 但俄罗斯却不遵守,那是不可接受的,莫斯科必须再次遵守该条约。 文章称,但北约的一致立场也就至于此,因为如果莫斯科不同意美国的最后通牒,目前还不清楚北约如何反应。 问题是,俄罗斯拥有威胁欧洲军事平衡的武器系统。 即使恩和的专家也认为,想要有效地阻止俄罗斯进一步行动。 北约的就必须重新加强军备,那样的话,北约要么考虑大规模火箭欧洲的导弹防御系统,要么考虑部署新的中程和导弹。 马斯,我们不希望核军备升级。 文章认为,欧洲的北约国家特别希望避免这种情况,尤其是德国。 我们不希望欧洲出现新的军队升级。 当然更不希望出现新的核军队升级。 德国外长海科·马斯说,毕竟大量谈判成功的让该条约至今仍没有终止。 他说,这已经是一项成功。 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10月底曾宣布,就与俄罗斯违反中党条约。 他打算退出该条约。 该条约将在美国政府发表先映表6个月后终止。 文章称,美国政府目前没有说明,如果俄罗斯在60天期限内没有妥协,美国将怎么做? 当被问及欧洲是否为重新部署中程导弹时,蓬佩奥说,我们想要一种有效的安全架构。 文章称,目前没有人知道中导条约失效后会出现什么情形,美国本身是否有兴趣延续该条约,也值得怀疑。 文章称,甚至北约匿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也承认,中导条约的终结是非常可能的。 文章称,马斯也表达了同样的宫典,他希望俄罗斯能够利用最后的机会改变方向。 马斯说,但我们也知道,这并不容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